後來 行政院尊重高雄市民的法院決定 罷免的結果還要經過中選會的審查 一定是這個禮拜五審查結果會公告 我們也尊重中選會的法定職權 如果到時候依職權審查公告 市長去職 基於對高雄市民希望市政能夠不要有空窗 並且繼續運作的期待 以及補選的需要 行政院會讓市長不擔任代理的市長人選 不空白的立刻宣布 所以我們還沒有辦法現在就知道答案 行政院會為高雄市民 以及對未來補選的需要 選擇適當的人選來擔任代理市長的工作 市長人選今天有在場嗎 我對於怎麼樣的人選都在審慎思考中 人選條件剛剛我剛好講了兩次 副院長你有意願嗎 這個時候是我回答的時間 現在其實在高雄罷函的事件過後 其實藍營的部分似乎也沒辦法 報復性的罷免的氣氛 那您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社會氣氛 我想大家從世衛公服務的工作 民主的政黨都一定會尊重人民的決定 應該不會有什麼政黨 會有什麼報復等等 總之選舉的結果都往往有時候 會有些情緒的波動 但是大家都知道要尊重選民的決定 同時最最重要是高雄市政 要讓他穩定的持續 同時任何政黨或者任何公職人員 都應該要為台灣的民主繼續努力 同時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 尤其是有心為公服務的人或者政黨 都應該知道一個團結的台灣 一個安定穩定的台灣 才是全民之福 也是臺勢全民的期待 委員長 可以推薦出來選高雄市長 我們怎麼看這個 我多尊重 委員長 這禮拜四到腳步要起腳了 媽祖信仰是台灣人民很普遍的信仰 每天都有繞進也很正常 但今年因有疫情 台灣人民就是這麼樣子的高水準 讓台灣的防疫工作 因為人民的支持政府的努力 讓全世界肯定 好不容易 我們剛剛通過了四個潛伏期的考驗 都零確診 也沒有本土病例 這是全民努力的結果 所以政府宣布 邊境風險援管 國內鬆綁 但雖然鬆綁 我們陳時中部長也在這裡 都有交代 就是要好好的做好防疫的工作 希望大家都順時鐘 不要逆時鐘 所以無論這個期間疫情 雖然趨緩 但是還是要做好相關的工作 我知道大家阿嬤有要繞進 但希望主辦廟方 一定要做好我們防疫中心指揮中心 再再的要求跟拜託 一定要做好相關防疫必要措施 同時我今天早上 也特別當面交代內政部徐部長 請他儘快要跟負責主辦的廟方 以及沿途過境的各縣市 一定要好好的交代 要求拜託 一定要做好相關防疫的工作 台灣人民經過近半年的努力 才能夠在亂世中成為一塊福地 全世界羨慕 任何人都沒有資格破壞 任何人要主辦任何活動 也都有責任做好防疫相關工作 那這些相關工作 該怎麼做 陳時中指揮官已經在在交代 希望相關單位社團廟方要辦 也就要做好相關的準備 同時也呼籲國人同胞 無論是媽祖或者各方神明神聖 總是庇佑全民健康社會安全 所以也不要違逆神義破壞神恩 謝謝 那那個繞境的部分 內政部四路有提到說不開放跨線辦公 那大家罵大家眾所見 他會經過四個縣市 他算是跨線辦公 這個早上我都交代 許部長也會立刻來和主辦方有各方面的作為 這個我相信許部長會很努力 他今天早上已經在進行 同時我也藉這個機會也要拜託沿途經過的各縣市政府 因為這樣也會有負擔 大家也要及早做好因應 國光生技的詹董事長 是我很敬佩這一方面業界的專家 那我一直知道他在這一方面的努力 我們也看到國人在疫苗的生產上 已經做很多突破 那有好消息漸漸就要出來 那昨天陳其邁副院長有跟我報告 那我也非常的期待 因為我們防疫成功了 紓困政心都很努力在做 但疫苗出來才能讓全民安全 所以今天是特別來國光生技 向詹董事長表示敬意 也是來拜託希望加快腳步 那我們希望快一點產生疫苗 讓國人安全這也是全世界的期待 拜託 這個等一下董事長會比我清楚 他會告訴各界 好 釣魚台是我們的國土 國家保護所謂 我們都盡責盡力 對於相關有各國伸手 我們都一貫的態度 表示我們保護國家國土的堅定立場 好謝謝大家 謝謝 我歡迎大家 謝謝